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臟科專科醫生 盧家業醫生 在上一段影片跟我們說了 其實通波仔是一件甚麼事 因為甚麼事 我們的心是發生甚麼事 然後這段影片我們可進入主題 就是怎樣通波仔 一聽通波仔 又好像不太嚴重 但你要告訴我 它是心血管 這是大手術 還是微創 是小儀科 介乎甚麼理會定位 通波仔是很普遍的 香港每年都在做超過一萬個個案 所以我們做是經皮膚 可以說是俗稱的微創 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是找身體的一條血管 因為身體所有血管 最終都可以去到心臟 所以我們找一些比較粗的血管 和病人容易找到 亦可以去到心臟血管 我們現在大部份是我們右手的撈動物 撈動物就是我們右手的手腕 例如大家中醫板脈 就是摸這個位置 我現在摸到 那裡是這個血管 即是彈一下彈一下 其實我們上一條影片也有說過 就是要放一個支架去我們心臟血管 我們心臟血管就是這裡的 那怎樣做呢 所以首先我們會打焗部麻醉針 焗部麻醉針 焗部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位置 對 病人就躺在我們手術桌上 但是完全清醒的 我們打焗部麻醉針 這麼害怕 完全清醒 對 所以這個彈也說得很好 因為我們心臟科醫生每天做 就覺得很少疑惑而已 那些人做一次 對 但是其實在病人的角度 都很擔心 擔心 擔心 做的時候 雖然我們跟他說 其實做的過程是不同的 因為那些儀器進入了血管裡面 血管裡面是沒有神經線的 不過醫生說得輕鬆 但是做的時候都會很緊張 原來緊張也不好 因為怕他會緊張的時候血液會升高 所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他都可以選擇 做一個我們叫睡著了教的時候來做 睡著了教的意思就是一個監察麻醉 不是全身麻醉 因為全身麻醉 他就變成呼吸的能力都沒有了 就要插喉 我們心臟就不建議全身麻醉 我們要麼就各部麻醉 但是如果很緊張的病人 我們用這個叫監察麻醉 就是有一位麻醉科醫生給他一些藥物 他就睡了覺 第一是自己會呼吸 第一不會痛 第二也真的不會那麼緊張 這個在一些情況之外我們都會考慮 我想說一個笑話 我有一個朋友做通魔仔 他就是公布麻醉 開始的時候做了 做了一做 醫生我現在想打一支行不行嗎 他突然鼻高痕想打一支好害怕 怎麼辦呢打不打已經很辛苦了 又不敢問 就是要說那些情況 也會有的 是不是 也會有的 所以其實大部麻醉都可以 病人可以跟醫生溝通 即是清醒地知道發生什麼事 倒進去了 是的 我們放了一個導管在手腕 其實我們會有一條喉管 去到心臟那裏 不是這條喉管嗎 不是這條喉管 我給大家看看 是假的 這個是包住的 我剛才也以為是這麼粗 怎麼放進去 我們醫生會打軒劑 看到血管有沒有阻塞 各樣的東西 還有在X桿底下 我們會放一些導線 穿進心臟血管裏面 是的 但是導線又會有的 是否這條喉管 這是一個球籠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看到這個氣球就會漲 看到嗎 不知道大家拍到嗎 拍到 如果這個氣球做完它的作用 就是擴張收窄的血管 就會 氣球就會收縮 整個氣球就會拿出來 真的要倒下 對 好的 那現在放支架是怎樣 我們不如 支架其實是同樣道理的 是的 那我們呢 但這次不是放一個球籠 進入我們那個收窄的位置 那我們呢 譬如這個是我們收窄的位置 這次不是放球籠 我們就放一個支架 阿蛋哥幫我拿著 我幫你拿著 好 好 又不同了 大家先看看 看見到 其實這個 這個儀器 就是我們常用的 就是叫做塗藥的金屬支架 是 是的 那又泵了 是的 那我們呢 那為什麼要有些水在這裡呢 因為呢 它要用水才可以打仗 裡面的球籠 我們其實真的做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欠陰劑 就是裡面 變成我們在X光底下 就會看到那個球籠或支架 就是擴張 來了 是的 那我們通常打 就是轉 轉到12或者14 就是病人有時 如果一個部門 就要聽醫生說 脹了 對 脹了 對 那麼脹了之後 你看到它 有什麼不同呢 這次其實是支架 在那個球籠外面 是 如果我們收了球籠 拿走了 那支架就會留在氣管裡面 哦 我收了它 那你現在呢 應該會看到一個支架 看到嗎 對 支架 我用我的手 碰到我的支架 那如果你拿了球籠 阿蛋哥 你給我拿了球籠 是的 大家看到這裡 哦 是的 哦 驚喜 就是這樣泵上它 然後它就留在氣管裡面 如果用這幅圖 這幅圖 就是 那個 就是球籠帶的支架 去收窄的位置 泵進了球籠 拿走球籠之後 支架就會留在氣管裡面 是 是 所以 這個過程 就是 你說是不是很創傷性 我們就說不是的 是 因為這個球籠 其實都是經我們手的血管 帶進心臟血管裡面 是 那是不是就是這麼多東西了 就是這麼多東西而已 不過其實做的時候 我們當然複雜很多 譬如我們做球籠就不只中一個 譬如擺完支架之後 會作用一些球籠 將支架擴張到跟血管的大小一樣 嗯 也做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靠肉眼的 不是靠X光的 我們很多時候 會放一些血管內壁的超聲波 看清楚收席的位置有多少成收席 真正收席的位置有多長 血管的大小有多少 這個做法是 擺完支架前和擺完支架後都會做的 就是想是那個支架和國血管完全吻合 那一個正常的通波仔手術呢 就是大概是 健健康康地出發 是大概多久 需時多久 是 我第一部份有先做過診斷 先做一個深度檢查 就是照清楚三條血管 哪個位置收席 其實大概半小時就完成了 如果一個簡單的通波仔 可能要多半小時就已經可以了 就是前後一個小時 不過這是講簡單的 通波仔有一些比較複雜 可能時間會長一點 但我們一般來說 就說一個多兩個小時內 都可以處理到一個正常的個案 就是有時割損了鑽針 你都要回去兩天不要洗澡 或者要有些甚麼 通波仔我認識朋友兩天就去踢球 可以嗎 其實沒有問題 其實是沒有問題 我們都有些事情要注意 因為我經常拿你的右手 因為現在大部份都用撈動物 通波仔 譬如麻糬做之後 它會清醒 那我們的儀器都拿走了 那它頭幾個小時就有個紫血帶 固住手部 這個紫血帶其實四至五個小時就會拿走 所以拿走了紫血帶之後 他就發現原來這裡的傷口是1-2mm 所以我們就找一塊藥水膠布 防水膠布黏住 這就是當日發生的事 我們就說他要注意 就是避免不要濕太多水 因為它有1-2mm也有一個傷口 右手就避免一個星期拿蟲 因為始終有疑惑進入動物血管 怕它有流血的問題 這個星期之後 其實那個傷口也好 你可以正常活動 我們就說如果你打拳 其實等兩三個星期就可以打拳 對 如果做運動來說 如果你本身是穩定型心臟病 即是門診進入手術 其實我們通常說等一至兩個星期 你都可以正常活動 如果做運動應該是繼續做的 是鼓勵做回的 但是鼓勵做回正常日常 平時做手術之前的運動之外 還有什麼是術後要注意 人在日常生活要注意 做完通膜手術後 如果放了指甲 代表血管真的有事 有三件事要注意 第一就是藥物 吃藥要跟隨醫生指示 一定要怪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放了指甲 如果突然停了藥不吃 我會怕有些血塊的肢價形成 所以一定要食藥 要跟隨醫生指示 第二 很多時候都完全康復 但是人不可以讓他懶惰 要繼續做一些生活上的調節 要健康生活 要定期運動 不要吸煙 飲食要健康 下三低一 高靈反式 最後要定期覆診 以及做心臟檢查 這三件事要注意 好了 好 痊癒沒事 有沒有復發機會 再犯法的是同一個位置 還是血管那麼長 這次這裏 大家試試 下一次這裏好回去 會在這裏 你的意思是這樣 還是同一個地方會再犯法一次 其實兩項都可能 兩項都可能 因為血管放了指甲 譬如由九成紮變了0%收紮 但它也是一條血管 如果以前紮過 會有機會再紮 同樣道理 其他血管 其他沒有放肢肌的位置 都有機會收紮 不過我發覺 很多通圓波仔病人 他們之後都會聽話 因為做過一次手術 不想做計智 所以他們收回法的機會不大 對不起 剛才你說 有第二次 不想有第二次 但你真的不想而已 可能剛才說有回法 那有沒有說 你不適合再做 或者兩次頂籠 不要再做 有沒有一個上限 最好就不要 又回法了 醫生 第五次了 大家來時有嗎 有的 我們說服法 其實支架 可能是幾個百分之幾個 說真的不是很多 但如果真的復發 我們會再做診斷 如果有其他血管 又收紮 或者支架收紮 其實可以再做通波仔 再做通波仔 又不是難度很高 可以再放支架 但當然有很少有 但也有 有些病人做完 就很快的支架 或者其他地方馬上變差 如果有這麼少的個案 可能都要考慮其他方案 其他方案 其實是傳統的情況 就是做開胸的搭橋手術 這是大手術 這是大手術 30年前 沒有通波仔 未有這麼献明的病人 如果有嚴重貫心病 就要全身麻醉 開胸的手術 不過現在當然少很多 因為有通波仔 比較微創的方法 大部份病人 用微創的方法可以處理 有哪些人 其實是 抱歉 你食藥 或者不能通波仔 做不到這個手術 有沒有一些人不適合做 有的 當然血管 血管你說現在複雜 因為通波仔技術很献明 都開始不多 說不算太複雜 做不到通波仔 但反而我們要特別留意 譬如他本身有腎病 事前就要講明 因為我們做通波仔 我們要打血管才能看到血管 哪個位置收窄 要打血管才能放肢價 所以如果有腎功能有事 血管會排不走 排不走又怕傷腎 所以如果腎有事的病人 我們事前一定要講明 可能會怕影響腎 但醫生會有特別的處理 現在如果腎有事的病人 我們盡量用小的顯影劑 甚至有時我們顯影劑的數量 可以少於電腦掃描的一半或以下 去幫他處理 減少對腎功能的影響 很詳細的通波仔 好像做了一次大家來試試 很感謝盧醫生 很詳細在通波仔這件事上 如果還有甚麼想問 不要問我 請盧醫生 留言在這裡 希望盧醫生可以幫忙回答 如果需要詳細一點 請盧醫生上來跟我們回答 好嗎 謝謝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 通波仔有用 可以分享給朋友 訂閱健康蛋 按鈴鐺 分享出去 還有我們有個Apps可以加入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